大家好,今天我们进入Linux操作系统基础的第三讲 那么在学习分享内容之前呢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上一讲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了Linux操作系统安装的这个部分的第一个小讲 Linux的选择和安装准备 那么我们介绍了这个常见的两种Linux操作系统以及它们的特点 然后呢另外呢我们介绍了它的安装的一些准备包括硬件和软件 硬件呢没有什么特别的 软件准备呢我们讲到了这个虚拟机和无邦图的两个软件的相关的内容 那么分别可以到它们的官网上去下载 而且无邦图呢我们说它有三个版本 我们对这三个版本呢进行了一个简单介绍 并且对它的安装方式呢也进行了一个简单介绍 而我们要求下载桌面和服务器两个版本的ISO的安装几项文件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一讲呢就可以来安装它 那在上一讲呢我们已经下载好了虚拟机和无邦图的安装文件 那这一讲呢我们就进行安装无邦图的桌面版和服务器版 那么安装无邦图的桌面版和服务器版呢 我们是要在Windows系统下再来装一个Linux操作系统 那么所以我们需要先安装Winware Workstation这个虚拟机 我们在虚拟机的上面来装这个Linux操作系统 那么在Winware中去配置和新建我们的无邦图系统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做 首先我们先装我们的虚拟机 在我的地方已经下载好了Winware 我们下载的是10 当然现在新版本有11有12了 然后你可以去下载新的 好我们下载然后安装 它会进入到这个安装的向导 就可以进去下一步 然后选择接受 下一步然后呢你可以选择自定义 可以选择点形 我们一般就选点形 因为我们点形就足够够我们用了 它说启动是简单的产品更新 这个你不用 反正你以后3.360里面你可以去更新它 这个就不需要 桌面上有图标 然后程序夹有 继续然后就开始安装了 大家记住虚拟机的运 这个程序图标是这样的啊 这样的一个程序图标啊 所以以后大家在桌面上看到这样的图标 应该知道它是一个虚拟机啊 Reware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虚拟机困境下来装呢 因为我们是要在Windows系统上 来安装另外一个插头系统 而虚拟机实际就相当于什么呢 它就相当于摸拟了另外一个机器 那在这个机器里面装的另一个插头系统 所以这个虚拟机它的功能很强大 如果没有它的话呢 我们直接装另一个超系统那么就会在我们系统里形成一个双系统 那这样的话呢 我在使用Windows和Linux就很不方便了 我就不能进行切换 而虚拟机呢就可以使得我这两个系统的切换呢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那么正在安装很快呢 我们也就会安装完了 安装完了之后呢 这会有一个它的注册注册机 我们要对这个虚拟机进行一个注册 否则你使用的时候呢 会是试用版 用不了多久就失效了 用不了多久就失效了 好了 它说这儿正在执行我们的安装 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这个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 因为我们这一讲主要就是给大家这个讲解安装 好 你看要求输入密钥 这个时候我们要打开这个注册机 选择这个generated或者这个注册码 然后进入到它这个安装向导里面 来填写 然后输入 OK完成 把它关掉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安装好了 虚拟机就安装好了 那么我们在我们的桌面上 就可以看到到这儿有个虚拟机的图标 看到了吗 然后我们怎么来安装 虚拟机上安装这个无邦图呢 我们双击这个虚拟机图标 它会打开这个虚拟机 那在虚拟机里面 它有创建新的虚拟机 打开虚拟机 连接远程服务器 虚拟化物理机 对吧 而我们就是要去新建一个新的虚拟机 我们要在新的虚拟机上来进行无邦图的安装 那这儿呢 它可以自定义 这儿也可以是典型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典型的话呢 选择以后还会 你是否通过镜像文件 我们就是要通过镜像文件啊 所以我这儿就选择 我的下载好的无邦图的什么 镜像文件 我们来找到 无邦图的镜像文件 在我们的 在我的电脑里面 应该是 放到我的 这个里面 对吧 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无邦图的软件 那我们用的 我们现在是普通用户 在自己的电脑上用 我们可以就选择一个桌面板 因为它是带图形界面的 我们打开它 好 检测到了 64位的 对吧 好 然后 下一步 它问你 你取个名字 那你就叫 无邦图 对吧 用户名呢 随便取一下 你可以取自己的用户名 那密码 你可以取简单一点 好 名字 然后呢 位置 它问你这个虚拟机安装的位置 默认 它有一个默认虚拟机的 位置 在这个用户 文档 这个下面 那你可以改 不过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认它默认吧 没关系 那它说 你设定多大的磁盘大小 来供这个虚拟机 虚拟机的硬盘 作为一个和多个文件存储的 主机的物理磁盘中 所以你就是说 你要用多大的硬盘 我们要不了这么多 我可以给一个实际嘛 当然你是64位 你可以用 它建议有20G 对吧 你有20G 然后它说你将这个虚拟 虚拟的这个系统 安装进行之后 你是成为多个文件 还是单个文件 一般我们成为多个文件 好 然后它就给你显示名称 位置 版本 系统 硬盘 内程 网络适配器 还有其他的设备 但你对于这些 你需要进行调整的话 你可以在这 自定义硬件 你可以调整 比如说内程 你用1G的内程 你觉得多了 你可以降 对吧 那一般我们都是 我们的内程是2G 我们一般呢 建议用1G 然后处理器 我们这个是 这个是4核的 那么针对内程系统呢 我们用一个就够了 核心处理器 你要用两个也行 它可以更快 那我们用两个 对吧 核心是4个了 每个处理器核心数量 对吧 你就用的比较多了 你可以用处理器 数量一个 但是呢 核心用两个 核心用一个 处理器数量用两个 这样的话 它就会更快一些 然后这是设置 特别 它的ISO进行文件 DVD 然后网络 你的网络 设配器 我们一般就默认 USB 可以自动连接 要支不支持USB 就是你的虚拟机 这个系统 支不支持USB 生卡 对吧 反应机 自动检测 写式器 这种检测 这些我们都可以默认 关闭 就调整好了 然后呢 创建后 就开启这个虚拟机 是不是我们就完成 可以 让它创建后 就帮我开启 它就开启了 好 开启后 你看 单击虚拟屏幕 发送 按键 简易 安装 正在安装 又是4位 无帮图 看到了吧 它现在这个WR正在连接更新 这个服务器 详细信息 你可以看详细信息 更新它 如果我们 不想它这个更新呢 我们可以把它关掉 它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里面就在安装 进入到我们的无帮图的安装了 看到没有 拷费文件 好 这个安装过程就比较慢了啊 我们可能需要等待一下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暂停一下 我们就暂停一下 这个 等安装完了 我们再来看 进入到文件的稿贝了 你看 好 安装好我们无帮图 这个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进入这样的一个界面 让我们去登录 那我们知道Linux超市 它是一个多用户系统 所以每个用户 要使用这个系统的 它都有一定的权限 安全控制 需要去登录 那这个地方要求我们输入密码 我们输入什么密码呢 这个地方它默认的密码 就是我们在配置 安装这个系统的系统 那个地方要我们输入的 用户名和密码 而我们在那个地方输入的 是用户名字WG 对吧 还记得吧 那密码我也是用的WG 没错 它就以这个用户 登录到了这个系统里面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登录到了这个系统了 我们可以是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图形界面 它是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桌面 图形界面 有这样的一个桌面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使用的大多数的 我们的这个Linux超系统 都是通过这个命令的方式 通过命令的方式 那我们如何从这个图形界面 切换到这个命令方式呢 我们看一下 从图形界面 切换到命令方式呢 几种 一种呢就是 通过Country Out 加上F F3 F4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F3 进到这个里面 Country Out 加F3 它就以中端的方式 然后这个地方 你可以输入用户名 密码登录 你看它是显示的什么 Dollar Dollar是什么 什么写 什么写啊 在我们前面是不是讲过 巴写哦 它的提示符 普通用户就是Dollar了 对吧 那如果啊 从命令方式 再切换回我的图形界面呢 Country Out 加F3 那大家可以看到 图形界面 它也有桌面 而且在桌面上 它也支持很多的图标 你看这个图标是什么 文件操作 它有提示 就是你单击它 它就会进入相关这个文件 而默认的目录 是进入到用户的举目录后 有文档下载的 对吧 音乐 然后它也有Firefox 就是你可以直接 在这个里面上网 如果你是联网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 它也可以联网 然后这个地方 你还有相关的 Office的一些组件 像Office的一些处理 Office的演示啊 文档啊 第二个 你看这儿 Google 默认进Google 这个就是我们 安装好以后的无方图 那安装好以后的无方图 如果我们要关闭 怎么做 在这儿选择 下单 然后选择下单 按键 它就会关掉 关掉会显示一系列的关闭信息 它就会自动关掉了 好 那这就是安装无方图系统 那这里我们安装的是桌面板 对吧 那如果你还想安装其他服务器板怎么办 主页 你可以再创建新的虚拟机 然后选择点心意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选择什么 服务器的这个ISO进行文件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就会要求你输入用户密码 注意这个地方的用户密码 就是你将来登录这个安装好以后的这个系统的用户密码 所以这地方你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OK 好 那我们本讲的主要内容呢 就给大家说到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要求大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要做的事情就是 干什么 就是能够去安装我们无方图的桌面和服务器板 去安装无方图的桌面和服务器板 好 大家记住 这个地方的安装 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好了 我们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再见 好 那么本讲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无方图桌面的一个安装 然后服务器的安装呢 我希望下来大家自己去安装一下 按照我们桌面版的安装方式 同样的新建虚拟机去安装 那么如何在图形和命令模式的切换呢 刚才我们在讲解的过程中 也给大家做了演示 通过Counter,Out,F2,F3,F4,F6 都可以从图形转的命令 它们是以不同的终端的方式 而且它是一个BASIO 然后呢要回到图形呢 我们用Counter,Out,F7 那本讲的主要内容呢 主要就是这些 那这个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再见